中一的同學好 我們上次講到用完看折的功能 就展示到外形出來 然後展示完外形就可以畫裡面的細節 例如眼耳口鼻等等 大約現在就做到這樣 我們講完剩餘的部分 我們要做一個電話座 貝名思義是一個產品 我們也講過 Corel Draw和繪圖軟件的分別就是 可以設定尺寸 所以我們產品設計一定會用這些可以畫到工程圖的軟件 現在我們先看看這隻小豬的尺寸 要怎樣看呢 要按線嘴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位置 它就會數到尺寸 我為了清楚一點 我畫一個圈給你 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尺寸 現在看到它寬度約8cm 高就約9.5cm 那你就看看你的電話 咦 你可能覺得似乎太小了吧 你可以拉大一點 你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你隨意在這裡按一點點 你這樣拉 你看到 那個數字會隨著你一邊拉 它會加大 那你就自己拉 另外 你還可以 你將它的比例改變 例如說 你想它瘦一點 又或者想它高一點 對 肥一點 瘦一點 高一點 矮一點 都可以的 那你先做好比例 做好比例之後 你就再看尺寸 好 如果你說 咦 我不想 我想準繩一點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這裡打 例如我現在想要那個高度 是剛剛好10cm 那我就打了 100 咦 問題就來了 我打完這個 它肥了 怎麼辦呢 我回頭 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按這個鎖 這個鎖了之後 它就會按比例去做 我現在試多次給你們看 我現在按了100 高度是10cm 看著 它會按比例去縮小 現在的闊度是92.5cm 這樣 我想數字比較好看 我再解鎖 假設92 這樣就OK 行不行 這樣呢 譬如說 這個已經做起了 我做出來的產品就是這樣 接著 就要準備些什麼呢 就要準備放進Laser Cutter那裡切 這裏應該會開兩個洞 因為如果你記得 我們那個製成品 是有一個H形的物件 然後拆入這兩個洞 這兩個洞 我做了給大家 就回到學校 我們先做那個部分 如果你說 不是呀 我都想現在自己試一下 這樣呢 你可以自己在這裏畫兩個長方形都可以 兩個長方形都可以 但你要留意 這個厚度是有規定的 因為我們用的材料是3mm的木 但是如果你開3mm的話 就會太大 這樣呢 因為它其實開完出來 是可能比3mm寬 寬少少的 那你夠料放進去就鬆了 所以通常我們會減少少 這個呢 我們會用2.85左右 這個 這個 這樣 我們通常數要靚仔 加設2cm 可以畫2個2絲 長方形 好了 我現在製貼照 我就移過去 那你自己先畫2個長方形都可以 無所謂 即是說 你有2個做法 你第一個做法就是 自己先畫2個長方形 我們之後呢 回到學校呢 先再做H形 再放進去 又或者你直接回到學校 又或者你直接回到學校 我有一個 相片的 就是2個孔 和1個H形 這樣呢 就直接 由我們切的時候 才放回這2個孔 都可以 兩個方法 OK? 做完這部分 就可以準備 來放入Laser Cutter的環節 那怎樣呢 是不是現在就這樣可以 扔過去呢 不是的 同學 你要記住一樣 我們Laser Cutter 就是 設定了兩種顏色 第一種顏色是 紅色 第二種顏色是 黑色 紅色呢 設定了為切割 黑色呢 就是雕刻 好了 我想問大家 我們 外面這條線 究竟是切割還是雕刻 3 2 1 很明顯 我們要切割出來 對吧 所以我們要設定這條線 做紅色 我們設定這條線 紅色呢 大家會說 咦 我看到這裡有個色盤 是不是按這個紅色 啊 並不是按這個紅色 大家試試看 它會整隻紅色的 所以 我只要設定這條線 做紅色呢 我們就在哪一個位置呢 就是這個位置 行不行 大家看到墊咀這個位置 我首先選了一條線 然後再按這支筆仔出來 咦 我們要選極細線 極細線 然後呢 再選紅色 大家看到咦 怎麼辦呢 這樣 哪一隻紅色呢 我們呢 有一個方法 就是選這條線 如果你按完這個 都出不到這個畫面呢 你就選這條 你按這條 你按下 預設CMYK色盤就可以了 這樣呢 這條呢 這隻紅色呢 是最典型的紅色 對了 你看到啦 M100 Y100 只要是M101 已經認不到了 好準成的 OK 我按確定 那條線已經紅了 那當然啦 這兩個長方形 都是戒穿的 如此類推 我們呢 也是極細線 然後把它變成紅色 喔 這裡是紅色 這樣 好了啊 到它的眼耳口鼻了 如果你想這部機 幫你雕刻出來 即是說 你拿了一些木 去黑給別人黑字 黑名 黑出來的 你就維持黑色 如果你說 我這雙眼 我想去穿洞的 那你就又變成紅色 對啦 這個呢 大家隨著你的喜好 去做這件事就可以了 好 這樣呢 如果同學做完這個檔案 你用試用版做呢 那你就可以儲存了之後 將個檔案 就 傳上Google Drive 或者Google Classroom 都可以 那我就會收到啦 OK 那或者 再不然可以上學才交都可以的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 好 同學 一連四段片呢 就講解 電話座的製作就完畢啦 那第一段片呢 就是教同學 怎樣去畫草圖啦 因為呢 如果我們要把草圖 畫去Google Drive 畫草圖的時候 是需要有些技巧的 那就是要用幾何圖案啦 它們之間要有些的重疊位 好了 第二段片呢 就是講解 怎樣把你的草圖 畫在Google Drive上面啦 這樣 還有介紹下介面這樣啦 第三段片呢 就是講這個 漢接功能 利用Google Drive的漢接功能呢 是可以把那些 重疊的幾何圖案呢 就變成 勾到外形出來啦 那最後呢 今天這一段片呢 就是講 怎樣把邊框呢 就轉色 因為呢 如果我們想把Google Drive的圖案 可以連結到 去你色Cutter 然後幫你切出來的話呢 是需要轉兩種顏色 第一 紅色呢 就是那個切割啦 黑色就是雕刻 那今天呢 就是講這一樣東西啦 那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成功做到 你喜歡的電話座啦 好 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